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Nikki带菲 在我还没有开始之前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出去 好打开所有的小铃铛 恭喜大家 如果你有看了我昨天的影片啊 那你一定是找到机会了 对不对 那突破做多的单 我昨天的影片呢有提到 那如果你有获得这一波的盈利呢 给我一个赞 好吧 那我在刚才一个小时前呢 就有做了这个会员直播 会员直播里面呢 就是有讲到比特币以太币 还有一些山寨币的详细的分析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比特币的周图 现在的时间呢是马来西亚时间 4点22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比特币非常的漂亮 一直都是站在了这个6万的上方 而且他一直都在这个趋势线的上方 所以呢 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呢 将会继续的上涨 那我们很快的就能看到7万8万 甚至10万的这个比特币的价格 好那我们现在去到天图 好来到了比特币的天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主力位置呢 是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位置 那他目前呢已经成功突破了 只要明天的收盘呢 可以收盘在这个之前历史前高的上方呢 那就非常的美了 接下来的比特币呢 将会继续上涨 目标价位呢 会是多少 我们可以用这个trend based feeble 然后就从这个位置 拉到这个高点 我们可以看到呢 接下来的这个目标价位呢 将会是在这个72897的这个位置 这里呢是大家可以去管住的 那我在会员群里面呢 有发了这张图 那这张图呢 我是在昨天的1点47分的时候就有发了 就有告诉他们 整体的这个比特币呢 非常的强势 因为没有跌破趋势线 也在EMS数和二数的上方 只要他可以突破0.236的63858 他将会继续的上涨 那我们回到这张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已经成功就是突破了这个我所画的位置 所以现在只要他可以突破前高呢 恭喜大家比特币呢 创出了新高 非常值得去庆祝这件事情 非常的兴奋 好那我们现在呢 来看4个小时图 好来到了比特币的4个小时图呢 我们看到他已经成功的突破了这个三角形 OK 那现在呢 他的这个目标价位呢将会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目标价位呢 差不多是在7万3的这个位置 那恭喜大家 如果你是在我昨天看了我的影片呢 有在这个位置突破进场做多的 还是你有风低做多的 因为6万这个位置呢 我影片一直有提到就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支撑价位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我的影片 获得盈利 给我一个赞 现在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以太币 好来到了以太币的周图呢 之前呢 我有在我的影片提到呢 只要突破这里的这个位置就可以进场做多 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呢 都是在四千这个位置呢 就进场了 那现在以太币呢 还是非常的强势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依然的就是收盘在更高的这个位置 创出了这个历史新高 也要恭喜大家 如果你持有以太币 那接下来呢 以太币呢 将会不断的创出这个新高 真的要恭喜大家 那我们现在来看哦 以太币如果在于周图呢 我们可以划出这个上行通道 他接下来上涨的目标价位呢 差不多是在五千这个位置 所以五千呢 大家可以去密切的关注 好那我们现在去到天图 好来到了以太币的天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他目前是沿着这个上行通道呢 不断的继续上涨 那只要他可以成功的 就是突破这个上行通道呢 他将会继续的上涨 所以这个位置呢 也是大家可以去加长的位置 只要带量突破都没有问题 那要是你还没有进场的话呢 我建议呢 就是你可以等待 可能他有一波的这个回调 然后呢 进场之后呢 再继续拿到更高的位置 所以这个呢 是以太币天图的走势 那我们打开EMA 舒服恶修呢 你也可以看到 他依然是在舒服恶修的上方 目前以太币的上涨呢 还是非常的健康 只是呢 我们需要去关注 这里的这个主力位置 因为在周图呢 还有天图呢 这里都是上行通道的这个主力位置 差不多就是在5000的这个位置 这个是大家可以关注的 要是他可以成功突破呢 将会继续的上涨 那接下来我们也很难再看到 就是更低的这个以太币的价格了 ok 所以大家呢可以去注意哦 这个上行通道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4个小时图 好来到了以太币的4个小时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直沿着 这个趋势线上涨的 所以只要他没有跌破 这个趋势线呢 都是一直看涨的 要是他跌破的话呢 多单呢 我将会离场 好那要是你还没有进场的话呢 刚才我有提到 要是他可以再碰到多一次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个位置进场 跌破呢 那你就可以出场 那目前呢 这个趋势线呢 是非常的强势的 所以只要你在这个位置 抓着进场的话呢 我相信他还会继续的上涨 好那我的这个分析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觉得我影片不错呢 给我一个赞好吧 这些呢 都是我个人的分享 还有个人的分析 并不代表所有人都一样哦 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还有一点呢 就是恭喜大家盈利了 恭喜你们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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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